而且迫在當局 昨天上午是火速裁定 說瓦安小姬跟阿鬧兩個人犯下了煽動製造社會動亂罪 各自眾判兩年的刑期之外 也各自罰款了400萬的減幣 大約就是新台幣3萬塊 另外法院的判決也意外曝光了瓦安小姬 以及阿鬧兩個人的真實姓名 根據簡中時報報導 西港西哈努克省初級法院法官裁定 瓦安小姬本名陳能串 阿鬧本名魯族顯 來柬埔寨的目的是為了拍攝關於人口販賣 零虐 強姦和人體器官交易的造假影片 主審法官原以刑法裁定瓦安小姬和阿鬧 因為犯下煽動製造社會動亂罪 判處兩年有期徒刑 每人罰款400萬元減幣 柬埔寨西哈努克省省長郭宗朗 在15號下午就強調 瓦安小姬與阿鬧犯下了嚴重的錯誤 依照柬埔寨的法律規定 必須承擔法律責任 刑滿之後才能驅逐出境 我認為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如果我們原諒他們 那麼接下來有人會繼續捏造類似的假象 來抹黑柬埔寨的形象 而瓦安小姬的盛權網站包含 臉書粉專個人臉書還有IG等等 在14號他先將臉書的粉專貼文清空 昨天也將IG改為了私密帳號 並且將文章全數清空 瓦安小姬以及阿鬧兩個人在柬埔寨鬧出了大事 兩人的黑歷史也因此被翻除 那阿鬧曾經闖入廢棄的眷村 直播男女演戰遭處判拘役 而瓦安小姬也曾經因為販賣髮帽的衣服 和有盒包包判處緩刑兩年 沒有想到三年之後兩人竟然在柬埔寨 捅出了更大的樓子 那我對於這件事情非常的後悔 希望柬埔寨政府再給我一次機會 向柬埔寨警方鞠躬道歉 網紅瓦安小姬日前跑到柬埔寨 自稱被淋虐洗劫 結果詮釋自倒自演 遭柬埔寨警方逮捕並被判刑兩年 不過其實這已經不是晚安小姬第一次騙人 2020年本名成能串的晚安小姬 與老婆愛婆范瑞宇及好友徐士倉 以每件新台幣400元的價格 購入一堆仿冒名牌的服飾包包等 並成立粉絲專業晚安公姬 夫妻聯手來直播賣貨 還聲稱這些衣服都是原廠正貨 不過騙得了一時騙不了一事 很快消費者就發現自己買到假貨 警方也搜索晚安小姬的住家 當場查扣防茂品及電腦等證物 並依法提及公訴 晚安小姬最後被依炸欺取材罪 商標法判處拘役100天 得一顆罰金緩刑兩年 老婆愛婆則還起訴 希望監察政府可以給我們這一次機會 以我們的流量 以我們目前給大家看到的內容 讓大家知道柬埔寨其實是一個 自然非常好 沒有任何像國際新聞寫的一樣 有這麼多事件所在這邊發生 魚丸小姬同夥的網紅阿鬧也被起底 本名魯祖顯是個正二代 卻多次做出脫序行為 之前他就曾勝闖廢棄眷村直播 偶然發現有對男女在內進行性行為 阿鬧還繼續拍攝 最後被依無故侵入他人建築物罪 播送猥褻聲音及影像等罪 判處拘役75天 得一顆罰金75000元 在台灣都有前科的晚安小姬及阿鬧 如今又在柬埔寨闖禍 甚至還得在當地關兩年才能回國 這出自倒自演的戲也讓兩人付出代價 其實晚安小姬過去爭議作風 其實在網路上就一直引起大家的討論 包含了你還記得嗎 他在2022年的時候 他曾經闖入台中北區的一棟廢棄大樓 還以城市在這裡的小女孩作為主題探險直播 當時他就被依照公共危險 還有侵入住宅等罪送辦 而同年一樣是2022年 當時還闖了園嶺的一間叫做黃金帝國大樓 還亂指說這棟大樓發生過命案 當時他一樣是遭到了法辦 只不過這些案件最後都是不起訴處分 晚安小姬2022年曾經前往台中一棟廢棄大樓 探險直播 還宣稱說這棟大樓曾經發生過小女孩命案 而且自己在裡面有聽到小孩的笑聲 還當場焚燒精子給神刊上的素描女孩 讓屋主得知之後氣了報警並且提告 強調房子根本就沒有發生過命案 而警方也將晚安小姬還有攝影師等4個人 依照公共危險侵入住宅 以及妨礙名譽等罪嫌送辦 而他的荒唐行為還不僅如此 同一年他也闖入了彰化園林黃金帝國大樓 向網友表示黃金帝國大樓是猛鬼大樓 而在直播過程中居然上演被街友持刀追殺的橋段 晚安小姬當時一下地衝到大樓的某間房間內繁鎖 還趁著當時觀看人數眾多開始做起工商賣起了產品 離譜行徑遭到不少網友質疑他根本就是造假 而黃金帝國大樓更提出侵入住宅告訴 晚安小姬也被依照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送辦 但事後檢方認為罪證不足不起訴 而且黃金帝國大樓也與晚安小姬和解 整起事件才因此落幕 而晚安小姬跟阿娜在柬埔寨發生的鬧劇 短短幾天從事發到判刑就已經完成了 柬埔寨的司法效率就讓很多的台灣人可以說是瞠目結舌 那現在網路上大家也都在討論啦 如果說晚安小姬的這個影片呢 是發生在台灣的話 會不會被判無罪呢 對此律師呂秋遠也給出了解答 律師呂秋遠指出在檢警偵辦歷經半年之後 小姬與阿娜可能被起訴不指定犯人誣告罪 在過程中他們與律師議員還有立委一起開了幾次的記者會 不斷抨擊政府限制言論自由 風向逐漸有些改變 認為這就是網友的惡作劇而已 為什麼要拿大炮打小姬 而在起訴之後眾人暴驅 兩個人爆了流量再度賺一波 終於等到法院開庭之後 他們會在開庭前再度痛批政府 認為只是拍模擬劇 為什麼要大驚小怪 明明就是司法迫害 而歷經兩年的審判之後 終於判決確定 法院認為兩個人的行為雖然不合理 但是並沒有達到誣告之確信 因此無罪 而兩個人會在立委議員跟律師的陪同下 再度出來開記者會 痛批台灣政府浪費司法資源 迫害善良百姓就這麼結案了 呂秋元就寫道 你覺得我在胡說八道嗎 不 這就是民主國家 而有的人平常就喜歡戲弄這個民主國家 但是到了柬埔寨還以為自己就在台灣 才會淪落至此 如果這個新聞真的給了我們什麼啟示 那就是請好好珍惜這個民主自由的台灣 那麼現在晚安小雞和阿鬧 兩個人在柬埔寨呢 真的是鬧得太大了 被當地的警方給逮捕 判處兩年有期徒刑 對此呢有著血辱戰神封號的郭鬼鬼 他就曬出了多年 與兩人的合照調侃他們 大前輩一路好走 郭鬼鬼昨天PO出了一張舊照 只見他身旁站著晚安小雞以及阿鬧 透露自己還是素人時 他們就已經是網紅了 格外引人注意的是 原本彩色的照片 除了他 另外兩個人被調成了黑白的顏色 讓人聯想到柬埔寨造假直播一室 他直言裝神弄鬼 最後夜路走多了 總會碰到真的鬼 大前輩一路好走 鬧事小雞拜拜 鬼鬼鬼在文莫同樣調侃兩人 下次不要再這樣做了 而天文一出 讓網友們紛紛留言 原來這才是真正的死亡之兆 不懷念 但可以緬懷他們 真的是晚安小雞掰 這顏色要天人永隔了